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惨烈收场 跟现任妻子林千玉也没好到哪儿去 早在2019年时就有台湾媒体报道 焦安俊身陷婚姻危机 跟林千玉一年未联系 夫妻俩貌合神离 之后时常有两人离婚的传言流出 林千玉也曾形容 她和焦安俊的婚姻是 仅剩配偶兰的部分 对此 林千玉昨天接受采访时回应 目前两人仍没有离婚 但也没有复合契机 哎嘛 这难道是冷战的意思 林千玉还表示 今年不会和焦安俊一起过年 已经两年没和她吃团圆饭了 好友问她会不会突然有转机 不离婚了 林千玉瞬间面露男色 尴尬的简直要抠出地下室 嗯 这不离也不想留着过年 到底是要搞瞎咪啊 关键词 袁隆平打假 爷爷忙着搞科研 有人往上蹭热点 作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袁隆平爷爷可是万千网友心中的真偶像 于是 当自称是袁隆平的网络账号出现后 就一夜之间涨粉千万 这流量得谁看了都羡慕 然而 对于开通账号下周直播这些事 袁隆平本人却并不知情 好家伙 咱网上一搜 发现账号注册人竟然是某家公司 What 这是蹭热度蹭到袁爷爷身上了 这种行为比六粉还可恶啊 不但利用了大家对袁老的崇敬之心 更是耽误老爷子专心做科研 还是网友们说的好 都怪袁爷爷让一些人吃得太薄了 关键词 杨幂放弃抚养权 刚刚的TVB万千新会颁奖礼上 杨幂前公公刘丹获封终身成就奖 作为TVB的老戏骨 刘丹自然是喜滋滋分享了不少获奖感言 还透露六岁的孙女小糯米也是自己的剧迷 每晚八点多准时守候 年纪小小就成了资深TVB 看鸡孙女留单是一脸自豪 只是不少网友忍不住掐算 上一次看到大秘密探望闺女的消息 好像还是19年 再加上去年的特殊时期 母女俩不知道有多久没见面了 恰好当天就有鱼记爆料称 少女妈已经一年多没去看女儿了 前夫那边想要把女儿的抚养权完全争取过去 少女妈之前还会抗争一下 这次没法发表任何意见 大概率是要放弃了 这其中提到的少女妈就被不少网友get为羊蜜 虽然一般都默认离了婚孩子会跟着妈 不过现在看来 小糯米和爸爸爷爷过得也挺幸福 各位瓜友觉得呢 关键词 豪门捞金也得骗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 PO出黄胜衣商演的视频 来来来 康康姐姐冒着严寒的卖力演出 还嘛 这零下九度的温度还伴着四级大风 黄胜衣虽说外面裹着羽绒服 但露着光腿也是拼了 有网友猜测 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寒冷的原因 黄胜衣才边唱边跳很吃卖力 一会儿都没有停下来过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豪门媳妇不容易 我们凭什么不努力 啥也不说了 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干犯人 关键词 易烊千玺健康告急 身体被掏空的不知打工人 越红的明星 越容易健康亮红灯 前阵子王俊凯就因为身体不适 退出跨年晚会 没想到昨天又传出 易烊千玺工作太密连轴转 身体已经到了要靠药物支撑的地步 太让人心疼了吧 但千玺最近票房口碑双丰收 工作确实没法停 而她又是出了明白港经验 生怕拖累了其他人的进度 宁可吃药扛着也不愿意去休息 唉 看到弟弟们相继传出健康危机 网友们真心希望他们努力的同时 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关键词 贾跃停资不抵债 最近 乐视的债务问题终于有了点动脚 今日乐视新增了一份与银行的合同纠纷裁定书 其中提到被执行人甘危贾跃亭 其参股公司需履行对某商业银行上海之行 4.97亿的还款义务 而在恢复执行期间 被执行人甘危贾跃亭通过房产强制拍卖 偿还了3000万 那就是说还欠4.67亿 法院也依法对两人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等执行措施 对此有网友调侃道 银行想对贾跃停说钱不用还了 你就说不欠我们钱就行了 哎一股 这得搬多少专才能还得上啊 关键词 女团更衣被偷拍 韩国娱乐圈又又又出事了 女团momo line的成员nancy 虽然年仅20岁 并且超美的外貌 以及牛奶皮肤圈粉无数 而最近却在某颁奖典礼后台被人偷拍 nancy在部分照片中 上身完全裸露 仅剩打底裤 而更加可恶的是这些大尺度的照片 仅被网友标价10美金在网上进行公开售卖 粉丝看了气愤的大呼令人发指 并且怀疑偷拍人是nancy周遭熟悉的工作人员 疑似熟人作案 事件引起大众关注后 都表示对艺人在后台被偷拍 感到难以置信和愤怒 艺人本身也更加没有安全感 希望经纪公司和有关部门 能尽快采取法律行动 让艺人的隐私得到合理保护 关键词 刘子晨病中求回国 喜尽千华有时不是为爱人 还有可能是病了 人在美国的刘子晨 前几天自爆感染了新冠 而且对他打击巨大的 是精心打造的连夜回了 哎妈 这种double kill 对这个爱美到抓马的人来说 绝对是毁天灭地啊 你看他都素颜出镜了 打扮的心思是一点都没有了 也是 现在困在美国还生着病 他一直强调想回国 集美们也很能理解了 不过刚真的 他不化妆不批图的样子 看起来比蛇精脸顺眼多了 希望他早日康复可以回家 今后也别再瞎折腾自己了 你带着花言巧语来到面前 说着你胡编乱造的诗篇 我是多么的天真 相信了 单纯被无耻欺骗 看着你那不醉脸 唱着别人的歌还不熟练 你知道那天灭男生的时候 音乐是我的灵魂和生命 可你却把他欺骗 还可以抵护去吗 谎言 天道流淫是酸淡都永远 这世界很苦